大家晚上好 今天呢是我們第一次從 Instagram 搬家過來 YouTube 直播 然後今天是健康超前線第八集 那我是 Mark 蔡成輝 那我想今天一開始呢 就是也很高興可以跟大家說 之後在 YouTube 這邊的直播會越來越多 那也希望透過更多的影音的內容 然後跟大家分享我在醫療健康招呼產業看到的一些數位轉型的內容 或是說大家在新創團隊跟大企業在合作的過程當中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一些觀察 那蠻重要的一點就是新創團隊 台灣的新創團隊其實非常優秀 但是在這幾年的創業過程當中 又經歷了前兩年的 COVID-19 所以大家一直在思考說怎麼樣可以讓大家的服務 可以有不錯的進展 那今天這一集呢是想跟大家分享有關系統整合商 那標題是我們來探究一下智慧醫療系統整合商的價值 那當然說到系統整合商我相信大家也會有一些不一樣的經驗 或是說大家自己現在是系統整合商 那以現在我正在著手進行的桃園漢平酒店要打造成一個智慧醫療層的經驗來說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這個打造智慧醫療層的過程當中 目前跟各界前輩們合作的一些狀況 那我想這個經驗其實也跟系統整合商 系統整合 有點關係 好那 如果大家有在財產會的思考軌跡看過智慧醫療層 或者是用手機常有智慧醫療層 那相信大家就會對於智慧醫療層 有一些初步的理解 那除此之外呢 大家可以發現智慧醫療層它是希望提供給大家全新的醫療照顧服務的體驗 那就像我在文章當中很常跟大家分享的概念是 它是一個以這個客戶為中心 同時間還要提升一些不一樣的價值 那我想首先在智慧醫療系統整合商的這一集呢 想跟大家分享的點是 過去大家都是跑醫院去看醫生 現在未來我相信在一些重大疾病上面還是會是這樣 但是在一些不是那麼嚴重的病症的檢查 或是在一些了解的過程當中 其實不會那麼的多人希望可以一直跑醫院 因為大家現在生活其實非常的忙碌 然後尤其像現在疫情的關係 有時候大家也不是非常想去醫院 那再來是未來如果有一些邊境解放 比方說我們可以自由的坐飛機 然後去別的國家玩或搭船 甚至是有些國家他們可以坐火車開車就可以出國玩 那他們就不會想要一直待在原本自己的生活的空間 但是呢他們出國的時候還是會有一些擔憂 那這個時候像是一些線上的諮詢 或者是大家說的遠距醫療的這些服務 那就會派上用場 那這個跟我們所說的系統整合商 智慧醫療服務有什麼關係呢 在智慧醫療程的這整體的規劃 或者是大家可以想像得到的未來 或是現在 其實很多服務呢都是已經以消費者為中心 那同時間不只是以消費者為中心 更重要的是讓消費者覺得在這個地方 或是在這個平台 甚至是在這個空間來消費 或者是來享用他們的服務 體驗上跟他付錢他覺得他買到超值的服務 都是已經有很多很多的計畫都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如何讓消費者在我們這邊消費 而不是在別人那邊消費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 不僅是你可以說物美價廉 但我比較傾向使用的詞會是 大家既然都已經花了這筆錢 但真的可以幫他解決他的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花了錢 但是好像沒有辦法真的解決我們的問題 我們有可能只是暫時不對這個問題這麼焦慮 但是其實這個問題還是沒有真的解決 好那說回到我們的智慧小系統整合上 我覺得除了是必須要從這個場景 這個環境來開始構思 同時間還是非常需要的是去了解這個 我們這個客戶或者我們的病患 他的需求到底是什麼 那如果以我們前幾篇在跟大家分享 智慧醫療程的這個願景 或者是規劃的一些幻想當中呢 其實很大的一點是在說 如何讓這個民眾進來這個場域 進來這個空間智慧醫療程的時候 他就覺得兵器如鬼 他會覺得我們的這個地方非常要了解他 那像我們第一篇文章說 這個智慧療程它的內容 從停車場開始 從會員註冊服務開始 那這些內容的 算是整合起來 要該怎麼整合呢 所以其實智慧療的 或智慧健康的這個系統服務的這個整合商呢 他必須要先去定義 清楚定義這個問題 先清楚定義說 他的這個System Integration 這個系統整合 他整合哪些系統 同時間這些系統整合起來 對於使用者 對於這個客戶來說 他的意義是什麼 那或許我們就先舉這個停車場為例 當系統整合商 他可以是一個小型的個體 他可以是只整合停車場 他也可以只整合一樓的這個Lobby大廳 他也可以整合整棟 20層樓的智慧療程 那我們剛剛先說 他如果是先整合這個 算是停車場 那他整合停車場的時候 其實他必須要整合的內容 或他需要去探索的物件 就包括了像是停車一進來的時候 的這個車道 光是車道的設計 車道的動線 他就要先去跟這些施工單位去接洽 同時間在進來的時候呢 會有這個車牌辨識系統 所以鏡頭 以及後端的軟體 跟這個辨識的 算是撰寫的這個邏輯規則的這個 服務公司 也需要跟他溝通 同時間呢 他進來了 然後我們拍到他的這個車牌號碼之後呢 那使用者他就會開始開車 那開始開車 他進來之後 他就會看到很多面板 他告訴他說 你的車位在B3的 比方說第21個位置 那他開到地下三樓 第21個位置的時候 旁邊又有另外一個面板 他又在引導他走到便梯或是手扶梯 那這個面板也是一樣 是這個系統整合上 他必須要去溝通 或他必須要去跟不一樣的人 有一些就是跟他一起談說 我們想要這樣的服務 是不是在第二個流程的時候 第三個流程的時候 面板要加進來 然後要怎麼樣一起來做 才可以提供使用者很好體驗 不會說我停在這裡 可是看上去這個面板會有點反光 或是像我現在眼鏡 就可能有時候會有些雜訊 他看不太清楚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也是系統整合商 在這種停車場的設計的時候 他必須要去跟各方接洽跟協調 同時間這個算是一個場域 但是像我們在文章當中有提到說 當我們預定一個健康檢查服務 有可能是在八樓可能在九樓 當我們要靠近電梯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我們的這個APP 或是我們這個網站版的會員管理系統 已經註冊了 然後我們也已經就是寫說 我們比方說今天是2022年3月17號的晚上8點06分 那我來這邊要健康檢查 那我靠近電梯的時候 他就會直接幫我按好九樓電梯 那這個直接按好九樓電梯這件事情 就是後端的軟體 就是要跟電梯的廠商 再連接一些IoT設備 那這個東西也是不一樣的這個 算是系統整合商 他必須要去跟外部的人來談合作 同時間剛才也有提到 這個不只是系統整合商 他在串聯這個停車場場域的各個厲害關係人 各個服務 他同時間從停車場 他還要串聯到電梯 同時間從電梯他只打八樓的時候 電梯叮一打開的時候 他走出來的所有的感官體驗 或是對於人員之間的互動 也是這個系統整合商必須要來協助幫忙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現在的角色 雖然我不是一家公司 但是其實在整頓整棟大樓的時候 就必須要有一個更寬廣更開闊的視野去看 每一層樓他們之間的應對關係 以及你在消費在享受這個服務 在體驗這個照顧的這個價值的同時 你從B3到一樓到八樓 這個之間你所經過的每一個環節 甚至是我們在文章當中也有提到 到了這裡有可能就可以使用手機 就可以算是掃這個QR Code 或是說因為你已經有註冊了 所以你過來的時候 系統都自動自動幫你發送這個簡訊 甚至是之後或許不是簡訊 或許是用其他的方式 然後來通報中央說 我們有來拜訪這個地方 那如果未來有一些疫情的變化 或者是我身體有一些不舒適的地方 那他就會通知我 那在這樣子的疫調系統 或者是你可以說是在健康 跟公共衛生之間的一個連結 醫療健康跟公共衛生 上三方面串起來 這個東西也是需要由我 或者是一些系統整合的相關的人員 來協助幫忙的地方 所以系統整合商 他除了是要先清楚的定義場景以外 也蠻重要的就是 他必須要跟大家有很好的溝通 跟互動的機制 因為在場景的需求 有時候都是變換莫測的 比方說這一次的COVID-19 其實也是讓大家的生活 不是那麼方便的快 即到現在已經兩年多了 那我覺得 像當初一開始 有可能大家還沒有想到 要用TOCC 就是這個旅遊史 那大家可能要先用手抄 要先寫一些東西 但是後來就想出可以用簡訊 可以讓大家比較不用接觸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 我想表達的是 其實在整個醫療照護服務當中 它很難是一步到位 甚至說像法規的一些規範 或者是說想要保護我們使用者 不管是病人 或是醫療專業人員 甚至像我這樣子的行政管理人員 要讓這件事情變得安全 可靠跟穩定 都是需要一定的時間來討論 甚至是討論過後 還要一直不斷的修改 所以系統整合商其實也需要有 相當大程度的理解 各個利害關係的人 各個管理者 或是使用者 服務者 專業人員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那需要整合的不只是這些流程跟科技 更重要的是要讓每個 參與在這個活動當中的人 都是可以開心 或是說可以達成 他所想要做的事情 那同時間呢 這個還蠻重要的一點是 在這個整合的過程當中 去理解 如何使每一個利害關係人 這些每一個參與的成員 他們都可以因為這樣的過程當中 獲得他們的利益 所以其實系統整合商 除了剛才那些任務以外 有一個蠻重要的任務就是 他或許需要先在定義完 這個場景的需求以後呢 他必須先去跟不同的這些生態成員 或者是你可以說是合作夥伴 來討論說他的硬體 或他的軟體希望以怎麼樣的 付費模式 然後來跟大家 共同把這一個場景 建置起來 比方說像剛才說的 這個停車場 那停車場一進來的時候 他該怎麼樣 他是要租我們這個鏡頭 還是賣我們這個鏡頭 那即便是租我們這個鏡頭 他有可能一開始的建置的費用比較高 比方說他這個鏡頭是五萬塊錢 那但是如果說我們跟他分期分十個月 那一個月是給他五千塊 但是他因為一開始初期花了很多人力 所以一開始只給他五千塊 他有可能在一些人員的薪資方面 給付或者是說他的一些交通 或者他前期這些 算是幫我們設計的這些流程 他比較沒有辦法去讓這些人有足夠待遇 所以或許我們跟他分時期 但是有可能一開始是要先給他 有可能總價是五萬元 那可能一開始先給他兩萬塊或三萬塊 所以後面還有一筆 也許一半或也許更少一點的錢 然後再分時期 比方說一開始給他三萬 之後後面兩萬我們分時期 所以每個月是給他兩千塊 所以這樣子在後端 我們也是可以跟他分潤 也或是說我們可以降低我們一開始 系統整合商的資金的算是 就是你這個付的賬款可以少付一點 但是呢也不會造成我們的供應廠商 我們這些合作的這些夥伴們 在初期因為我們需要分潤 或是說我們還不確定未來 這些來我們這個場域 享受服務的人有多少 所以我們一開始也可能想說 錢不要給出去那麼多 但是這個在合作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都是可以討論 都是可以談的 那其中蠻重要的一點是 無論是系統整合商 或者是這些供應廠商 還是需要共同去討論說 究竟這個服務場景的民眾 客戶 那如果是醫療程 或是聯合門診 醫院診所的這些病人 病患以及病患家屬 他們的消費習慣跟消費模式是什麼 如果說他們的消費模式跟消費習慣 是希望一次性付很大筆的錢 那或許系統整合商也不需要跟 這些供應商拖這麼久的付款條件 或許因為民眾有可能一開始就買很貴的東西 所以他可以相對來說 比較快就給這些貨款 那如果說這些民眾或這些病人 他其實是慢慢的來看醫生 然後下個月下個禮拜他還在回診 那他是一個現金流的一個產業樣態 那或許就可以像我剛才說的 先給一筆或許一半的價格或七成的價格 後面的三成到五成 我們再來慢慢的分一些分歧 那我相信這樣子對於系統整合商來說 金錢這個現金流庫存的壓力也不會 就是不會那麼大 那同時間在這些供應商也不會說 我都沒有拿到貨款 但是前面幫你做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些計畫 在執行當中的一些心得跟觀察 那我覺得這個是今天很重要 想要跟大家分享 尤其是在做智慧療程的過程當中 無論是這個診所的申請 設立 消防安檢 這些過程也是非常需要大家 共心協力來做的 但同時間在科技的導入方面 我想大家一定是非常關注 智慧療程究竟多智慧 但這邊也是跟大家分享說 以一個場域來說 很多時候過去看到蠻多 智慧療解決方案 或是智慧療科技 智慧療技術 或甚至是這些AI軟體 都為什麼在一些流程當中 它僅是其中一部分 或是它本來就是流程當中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是不是它還沒有展現它真正的價值 那我覺得這個是台灣有很多很棒的系統整合商 那我覺得這些系統整合商 或許可以來幫忙想一下 就是這些軟體或硬體究竟在哪些場域 比方說是手術室嗎 或者是急診 還是說是健康檢查中心 那又或者是一些比較大型企業的員工保健室 那或者是說像現在在很多地方 像醫院大家都會希望給大家一些量測的工具 或者是一些這些網站 大家可以去填寫這些資料 那有了這些資料之後呢 其實就可以有很不錯的收集起來 但是重點是這些工具給了之後呢 收集起來的意義是什麼 我想大家也是可以來思考一下 那其實剛才提到的這個系統整合商 出了定義問題 然後再跟他的工業鏈廠商一起思考說 用怎麼樣的分潤機制 或是付費機制 可以把這些貨款付給他們 或是服務的這些訂閱款項 可以用比較分歧的方式給他們以外 我覺得以我的觀察 系統整合商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幫助不同的供應廠商 將他們的產品發揮到更大價值 就像剛才大概前兩分鐘的這個話題一樣 就系統整合商呢 如果是給予一些不一樣的供應廠商一些建議 這個供應廠商或許就可以跟另外一個供應廠商 他們就可以合作 然後做出不一樣的產品 他們或許未來銷售的對象 不是我這個智慧醫療程 或許是別的一些新的意願 尤其像最近的新聞 這邊也是跟大家分享一個新聞 是清華大學在桃園 是已經有通過衛福部醫事審議委員會的審查 那是希望落腳在桃園航空城內 然後各個類別的病床總共910床 那他們包括急性病床是200床 那是用BOT的方式來招商開發 預計2027年會完工營運 那現在是2022年 是2027年是還有五年的時間 那我相信在蓋這個大樓的時候 他們也是有很多空間設計的一些想法 或者說他們有一些不一樣的東西想要加進去 因為現在的醫院跟未來的醫院相對來說 或許服務的這個TA就是Target Audience 這個民眾或許不一樣 現在的服務是集中症 但未來或許是銀法的亞健康照護 因為台灣的老人家相對越來越多 那小朋友比較少一點 那又或者是說在桃園這邊 他們有可能會去討論說桃園這邊的人民 有可能有桃豬苗 然後有可能台北市的人也會過來看醫生 或者說有一些國際觀光的這些客人 或者是一些病人 他們會來國際醫療 那他們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價值 以及他們整體的這個場景體驗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非常符合我們今天所提到的這個系統整合商 他可以提供場域不一樣的價值 就在於說他清楚的定義這個服務 同時間系統整合商又可以跟不同的供應廠商 有可能四個五個甚至十多個一起把這個場景 把這個地方的內容把它做出來 同時間他又可以有一個好的分潤機制 或者付費機制給他的這些供應廠商 那這個東西就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說 在系統整合的過程當中 他其實不只是一家系統整合商公司他要做 其實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在當這個整合的角色 有可能會有跨部門的合作 或是我們會跟一些不一樣的事業單位 或是跟公司外部的一些人員來合作 這個時候像是這個PM Project Manager這個產品經理呢 或是這個項目經理 他們就會來跟大家討論說 你可以幫我什麼忙 我可以幫你什麼忙 那這個東西我相信是 其實大家都有或許都有這樣的工作的經驗 但同時間這個其實對於一件專案 或是對於一個事業體的發展是非常重要 溝通協調能力呢 我想大家都理解了 那我想要說的是 這個溝通協調能力不僅是說 誰做什麼 然後誰有可能可以先去支援哪個地方 尤其是在跨單位的這個溝通協調 最重要的就是分潤機制 最近呢 我有跟一些產業的前輩們去請教 了解到其實分潤機制有分內部跟外部 那其實分潤機制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不一定是分的公不公平 而是有沒有分到 然後再來就是說 大家的目標即便是一致的 但是如果分潤機制沒有太清楚 其實有的時候大家也比較難對於這件事情 會有很大的投入或是承諾 就是commitment 所以以剛才的這個智慧療程來說 如果說這個從地下室停車場 一直到電梯 再到樓上健康檢查中心 這個服務流程呢 其實是每一位來到智慧療程的客戶 他其實都會有這樣的服務體驗 但是這樣的服務體驗對於 像我這樣子的經營者來說 或是對於每一個樓層的這些事業單位 或是不同的駐診醫師來說 對於他們有沒有一些意義 我覺得這個對他們絕對是有意義的 尤其是當這些服務 他在串聯的時候 其實就開始對這些 你可以說專業人員非常有意義 因為當這個客戶 這個客人他進到智慧療程的時候 他就開始在體驗 當他的體驗越好的時候 他就會越好奇 是不是你們每一個樓層 的服務都這麼好 都知道說我要過去八樓 我要過去六樓 所以電梯就自動幫我按了八樓跟六樓 所以當你的服務體驗 有這麼好的時候 其實你會帶來無形的價值 那系統整合的一個算是萬億的效益 就是我們一開始有可能整合的是地下三樓 整合一樓整合九樓 但是當我們整合完畢這些樓層的服務的時候 這個你可以說消費者或是付費者 他就會開始去尋找 或者他開始好奇 自己去發現 比方說三樓啊 五樓啊 七樓 到底這些樓層的服務 跟一樓 跟地下三樓 跟八樓 九樓有沒有關係 那當我們系統整合 的這個角色的人 就必須要去想想一些 像是引導機制 就像我們以前有可能有玩過一些遊戲 當你破完了第一關 他有可能會引導你去 進入第二關或者是會進入一些副本 那當這個體驗就像遊戲的時候 那我想這個體驗經濟 他的這個價值就會比較容易展現出來 那這個體驗經濟的價值展現出來之後 其實大家就可以不難理解 在這個整個的消費活動 消費行為體驗的當下 大家都會得到自己想要的價值 跟一些算是利益 那這個利益呢 對於病患 或對於一般健康的人來說 他就是可以 非常的沒有障礙的去體驗 去了解這段智慧療程 那當智慧療程的這些各個不同樓層的人呢 他也是這一個智慧療程 也就是我這個單位的供應商 他提供了不同醫療照顧的服務 有可能是諮詢 有可能是一些醫療器材 或者是一些輔具 那或者是他有一些牙科眼科等等的一些照護的內容 那當這些內容他可以提供出來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可以給大家一個非常好的服務 那當給大家這些很好的服務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可以明白的了解到 其實這個服務呢 最重要的並不是一開始就跟這個客人去跟他要錢 而是說當這個服務體驗已經讓這個客人 讓這個病人他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時候 自然就會來跟我們尋求一些建議 那當我們給出一些正確的建議 或是像我們這部影片一開始跟大家說的 真的可以解決他問題的這些解決方案的這些服務的時候 自然他就會跟我們消費 那所以非常重要的一點 在當或在成為或是試圖要做一些 智慧醫療或智慧健康的系統整合商的時候呢 其實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去了解一下我們客戶的需求 同時間呢我們要去清楚的定義我們場域的需求 再來就是在供應商之間呢 我們要理解供應商他們既有做生意的習慣 如果說我們就希望說反正大家都來幫忙這個智慧療程 智慧療程自然就會變得很寬廣 然後自然之後未來的這個客戶人數呢就會變得很多 所以說啊我們現在先不要付大家那麼多錢 我們之後分期慢慢付 那但是大家要幫忙促成這個智慧療程的時候 大家的一些供應的想法 或是大家的一些巧思其實需要時間來醞釀 那這些時間其實都是需要一些人事成本 同時間每個供應商的公司也是都在運運 這個也是需要給大家一些初期一些比較大金額點的支付 那這樣子大家才可以在後期的時候 可以不斷的跟大家一起的做成這些不同體驗主題 以及體驗經濟的落實 那同時間呢除了剛才上述講的這些內容以外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就是 其實系統整合商以我現在的一些經驗 跟前輩們討論的一些 就是學習到的內容來說呢 重點就是在一個地點 我們可以做很不錯的體驗 或是給這些很好的想法 但同時間很重要的是 有沒有辦法將我們現在的服務 再把它複製到另外一個地點 那複製過去的時候 並不是說像現在 我所來幫忙規劃企劃這個智慧醫療程呢 它就要整棟搬過去 或整棟複製過去 其實很重要的一個精神就是 當我們從停車場到一樓 到每一個門診 或是每一個餐廳 健身房 藥局 便利商店的這個流程跟過程 這個思維或是說 這個供應廠商跟供應廠商之間的 合作的這個默契 是可以由系統整合商 再把它一起帶到新的地點 那帶到新的地點 有的時候 因為可能規模不一樣 然後可能當地的消費的 風土民情不一樣 那又或者是大家的這些政經 或者算是薪資水平 或者是大家的這個設定地位不一樣 所以消費能力也不同 那當消費能力不同的時候呢 很難就直接把既有的這些服務 直接搬到這個新的地方用 所以如果說沒有辦法 直接搬過去用 這個時候系統整合商的功效就出來了 我們的價值就在於說 我們要展開我們的眼的感覺 把感官都打開去理解 這整個地方跟之前 到底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那跟這兩個地方的不一樣 把它對比 比出來之後 原來新的地方 有可能他們的經濟水平比較高 所以說到新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可以提供的服務的價格 或者是一些推薦的商品 甚至是這些供應廠商 它或許還有別的產品 別的服務 那是原本這個場域所沒有放進來的 但是因為我們知道 新的地方 它有新的需求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 放到新的地方 那我想這個價值也是 系統整合商非常重要的地方 是我們因為看的相對是比較廣 然後我們可以理解不同地方的需求 但是呢 既有的這些經驗 還是可以帶到新的地方來做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系統整合商 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同時間也是跟大家分享 在台中 高雄 台南 還有其他的地方 我想未來呢 其實還有更多更多 類似這樣的空間 會跟大家見面 那我想這邊先小賣一個關子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在經營一個場域的時候 如果可以 盡量跟各個生態成員合作 其實 所有的生態成員都是會幫你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 這一次我在 初期在企劃 智慧療程的時候 以一個系統整合商 或是一個非常之前的 系統整合商的想法 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覺得 無論說 無論說是智慧療 智慧健康 智慧照護 在這個智慧療程裡面呢 我相信大家 都是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樣的內容 那我想 其實剛才我們有提到 像這個桃園 未來會蓋很多醫院 但是這邊還是有一個 消息也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其實台北市啊 現在大概有 應該是戶籍吧 已經有250個 250萬位居民在當中 那65歲以上高齡的人口呢 也已經超過20% 也就是說 20%的意思就是 有50萬的這個高齡長者 那相信大家在 如果是生活在台北 或者是新北 甚至是就是有來過台北的 觀眾朋友都好 大家就會發現 其實 一到五的日間 年輕人都在辦公室上班 那做捷運的 在公園的 在餐廳的 其實大家可以發現 大家的年齡也慢慢 平均年齡也慢慢往上了 那除非是一些排修的人員 或者是他 就是有 有一些其他因素 所以他一到五的日間 會在外面跑來跑去 也許是業務 也許是跟人家談生意 但最重要的是 他還是可以發現 長者的健康 跟長者的這個 生理的保 那個算是保養 這個議題 其實在最近 已經獲得很大的關注 不僅是這個 政府推出了長照2.0政策 在很多ABC據點的一些關懷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如何像我們剛才說的 系統整合商 系統整合 這個概念 然後 讓這些長者 他真的對自己的健康非常有意思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呢 相信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你有沒有使用過 穿戴雙智 你有沒有用智慧手錶 然後你就發現 原來我昨天睡得不好 可是你問說我昨天睡得不好 但是然後咧就是 我可以因為怎麼樣 所以改善我的睡眠嗎 現在好像大家都不知道 只會上網查 我好像睡得不好 那該怎麼辦 那可能網路上文章 會跟你說 你可以晚上喝一杯溫牛奶啊 或者說多喝水 或早上要運動啊 然後讓自己 在用運動的方式累一點 而不是工作的方式累一點 是你運動累一點 那你晚上可不可以好睡一點 諸如此類有各種不同的情境 有不同的方法 但是呢我想用 沿用剛才系統整合這個概念 如果說我們針對高齡長者 其實台灣現在大概已經有 350萬到400萬位的 65歲以上的長者 尤其大家去 如果有到 有時候去醫院看醫生 大家可以發現 這個高齡友善 就是可以先看醫生 或者說他的順序 可以排在比較前面的 這個標準呢 其實已經是80歲了 也就是不是65歲以上 所以也就是說65歲還是年輕人 那我可能就是小baby 我就是幼兒 所以當65歲還是年輕人 80歲以上才是高齡近老的 這個標準的時候 其實已經可以讓大家很明顯的發現 台灣的高齡化是一個 其實他不是未來 他已經來了 他已經來了 未來已經到了 也就是在這麼多 年紀比較長的 這個社會當中要生存 或是變得更健康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需要花更多 投注更多的行李來關心 或是設計一些 可以提供這些長者更健康 或是說可以讓他們關心自己身體健康的一些服務 那剛才也說系統整合的概念 也就是如果說這些高齡長者 他們有戴這個智慧手錶 那同時間他有一個APP 他可以看到說他昨天的睡覺的狀況 這個好像現在有些人已經這樣做了 但重點是系統整合的 我認為的核心精髓 就是可以讓這些人 重視他自己身上的數據 然後讓他自己再關心他自己 那這件事情怎麼做到呢 其實已經有些人在做了 他的做法就是 他有這個智慧手錶 然後他有他的APP 但他在他的APP上面看到的 不是只有他自己的數據 他有他兒子的數據 他兒子兒子的數據 也就是他孫子的數據 那這個兒子的兒子有什麼重要呢 因為我想如果 大家家裡有一些長輩 或者是 就是 朋友的長輩 朋友的家人 大家可以發現 其實在台灣這個社會呢 大家還是 在多數情況下 還是會希望 跟晚輩互動 也就是 長者呢 他不會 他退休了 或他還沒退休 他有可能 去上班 去出去玩 但是同時間 他還是很想要 關心自己的 晚輩 就是不管是 兒子女兒 或者是 孫子孫女 所以這個時候呢 在這個APP當中 系統整合上 就是要幫忙想這個情境 是讓這個爺爺 這個奶奶 他可以去看到自己 孫子孫女 是不是睡得好 是不是 有一些 跑步步數啊 或者說 在學校做的一些運動 或是去一些社團活動 去學柔道啊 去學一些瑜伽等等的 這些運動的數據 這個爺爺奶奶都可以看到 當可以看到的時候 他們還可以有社群的功能 他們會彼此互相的關心 他們會去問說 孫子啊 你最近也跑步啊 爺爺最近也在學騎腳踏車啊 或是我 我跟我的車友出去怎麼樣 當他們有互動交流的時候 這個數據 它會變成一個學習 或者是成長的社群 這個成長社群 學習的數據 對於這個 引法長者 甚至是對於這個孫子 或是中間的 在忙著上班 忙著照顧家裡 這個兒子女兒 對於這些使用者 才會有意義 有的時候我們照顧 自己的健康狀況 但是我們很少去關心 用科技的方式去關心我們的家人 我們很常都是直接關心 啊你怎麼不跑步 你怎麼不少吃 少吃一點肥肉啊 三層肉那麼不健康 那或是說 我們會對兒子女兒說 你們要加油要跑步啊 有可能下學期要考試了 或者是有可能有人要徵選 但是有沒有辦法用科技的方式提供一些關心 或者是一些訊息的傳遞 但這個時候就是系統整合商 這個APP廠商 它不僅可以結合手錶 它有可能還要結合一些 像是涼血壓 涼血糖 甚至是心電圖 或者是涼血癢 最近大家 應該說前陣子 在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 大家都會說這個快樂缺癢啊 隱形缺癢的問題很嚴重 那這些東西 就是需要靠我們系統整合商 把它所有的數據串連在一起 那串連就要開放API 這個應用程式的介面非常的多 那也需要我們一個一個去把它串起來 所以前面的這個算是基本功或功課 其實是非常的複雜 或者是不容易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把它串起來 那我相信在之後的這些服務當中呢 它會變得更有價值 所以我們從前面談到這邊 其實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系統整合商 或智慧醫療系統整合商 這個SI System Integrator 或System Integration 非常重要的價值 就在於我們去理解這個場域 這個場景 什麼東西對於使用者 才是有意義的 有些做智慧手術的智慧病房的 他們在病房的這個 醫病關係 醫生跟病人之間的關係 護理師怎麼去關心患者 然後在手術室裡面 醫生 麻醉醫生或者是各種的助手 助理 他們在針對這個病道的切除 甚至是整個手術台附近的設備 會不會讓醫生太勞累 發生一些危害 他們都有非常非常 第一手的線索或者一些思維 這個就是我們系統整合商 必須要去跟這些專業人員 學習的地方 那像我現在在做的很多 就是在一般場景 比方說你看診的時候 等很久 那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這個等待 可以變得不那麼久 或者說我一直都在等待 但是這個等待 對我來說是有意義的 我想這個就留在下一集再說 但這一集想要跟大家說 系統整合商呢 它其實並不是一個單純 把硬體跟軟體湊在一起 然後賣給這個機構 就好的一個工作 它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需要去跟不同的工業 供應商以及這個使用者 他去觀察使用者的需求 同時間又可以了解這個供應商 他到底想要提供什麼樣的價值 甚至是供應商會不會有困難 他可能做得到 可是有可能費用 預算要很高 那我們系統整合商 就是要幫忙估算 他的這個費用 可不可以在未來 我們提供給消費者 不管是B2B B2C的使用者 在使用我們的服務的時候 他可以在相對經濟的這個時間區間 比方說可能半年一年 不要拖到五年十年 才可以讓我們回本 那他整個這個流程 我們就必須要來做這些財務模型的規劃 那同時間 大家也說台灣的這個醫療照護市場 或是醫療的市場其實只有全球的1% 百分之一 所以大家其實也是在想說 做國外的事業會不會量比較大 然後也可以賺比較多錢 但我想醫療照顧服務是非常在地化的行業 比方說在台灣 有時候去醫院講台語講科語 甚至是有時候講原住民語 在某些地方就是那麼親切 你可以提供的價值就是 除了真的把這個病給治好以外 你還可以讓大家安心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或許我們去國外 我們不會講粵語 我們不是越南人 我們不是泰國人 我們甚至不是美國人 我們講英文 也沒有他們的在地 所以這個東西一定要是要跟在地合作 所以即便系統整合商想要出國 我們想要提供國外人 不管是東南西北哪一個區域的人使用的時候 我們依舊是要去觀察在地的需求 同時間有可能這些供應商不僅是台灣的 還有那個目標市場 目標國家的在地的系統 這些系統的供應商 當我們這個系統整合商 可以跟在地的系統供應商 可以有很好的接洽 跟很好的分潤機制的時候 我相信台灣的系統整合商 在國外還是有一定的優勢 因為在台灣呢 我們已經利用非常好的科技硬體跟軟體 再加上我們醫療的可進性 就是我們看醫生非常方便 那醫生其實也是台灣功課很好的一群人 所以他們也會不斷的去思考 他們的價值他們的服務 要怎麼樣再提升這些感受 然後讓病人他們會有更喜歡到他們這邊 如果他們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智慧醫療程 那我就成功了 那所以我現在希望達到的其實並不是智慧醫療程 自己的成功 這個系統整合的概念 我希望還是要延伸到附近 也就是桃園火車站這個方圓一公里 兩公里做這個算是 你可以說是桃園的老城區 老市區 那這個老市區呢 它有更好的服務 更好的體驗 所以或許未來所有所有桃園的人 甚至是台北新北的人 都想要來智慧醫療程 同時間來智慧醫療程 他不是一定來看病 他來是一種體驗 他來是一種享受 同時間桃園也還有非常多的古蹟 桃園有非常多的好吃的美食 桃園這邊的生活 食衣住行 都會被這個智慧醫療程帶起來 那我想這個概念我也留著下一集 再跟大家做細部的說明 但是這一集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系統整合商不論是智慧療 智慧健康智慧照護 甚至是藥品醫材 跟這些服務流程 系統整合商呢 以我現在看到跟學習 以及未來 我想還會有更多的觀念加進來 但最重要的就是 要讓場景的定義明確 服務要非常的細膩 同時間呢 要有教育訓練 這個教育訓練不只是對內 對外也是跟這些系統的供應商 有很好的互動 同時間最終這個分潤機制 商業模式 才可以非常的滿足各個 厲害關係人的需求 最終可以提供更好的 這個價值服務 那我想今天這集都先到這邊 然後如果大家還喜歡我的分享 以及過去的分享 那未來想要大家 想要聽什麼樣的內容 大家都可以在這邊留言 那或者是大家可以幫我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我下個禮拜四 我們還是同一時間 晚上八點的時間 會在YouTube或者是IG直播 那當然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看大家比較希望我在IG直播 還是比較希望在YouTube直播 那這個健康超前線的節目呢 之後禮拜四晚上八點 都還是會同一時間 在YouTube上面跟大家見面 然後之前的部分呢 有可能禮拜一的時候 還會大家開一場 所以大家有沒有想要在哪一天 看直播 或者說想要聽什麼樣的主題 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就下個禮拜見囉 拜拜 去給你 你別忘了 之後再說 兩下 走 走